嗨各位 我是景川一 欸 生幽潭EP18 上一集我講過這個月是花江下樹 花江下樹完全不需質疑 現代生幽一線中的一線 你甚至可以說是這三四年內最火的男生幽 出道12年配了一堆主角 有經營自己的YouTube頻道兩百萬訂閱 還結婚生子的生了一對可愛的雙胞胎 每天除了發一大堆貓咪的照片就是各種曬娃 根本就是所謂的超級人生勝利組 今天我們就來了解一下花江下樹的生幽生涯 以及眾多眾多的知名角色 OK 如果你是生幽系列老觀眾之前有超級感謝過了 那在此容我向你至上最高的敬意 謝謝各位乾爹 要是你很喜歡花江下樹就會生幽 欸 很剛好我IG新發了一篇花江演過的五大角色的貼文 坑勤大家都來收藏轉發一下 好的 3 2 1 我們進入正題之前 本期節目由Surfshark贊助播出 Surfshark VPN是全網最安全的VPN之一 你 開無痕 沒用 還是有數位足跡 沒關係 用Surfshark加密一波安全 想追的翻到處都沒有代理 沒事 用Surfshark一鍵穿越哪一國的網站都隨你逛 網速超級快 多機兼可用 各種新功能 Surfshark Alert提前通知你潛在的入侵者 Surfshark Antivirus快速掃描你的電腦清除所有病毒 Surfshark Search躲過搜尋引擎的監視 再也不會隨便查個東西 結果到哪都會被那個東西的廣告狂轟亂炸了 用不習慣30天都能退廢 輸入井川一的專屬序號17折優惠 一次買兩年三個月的免費期 超讚趕快去訂起來吧 現階段的花江下出在我心中 也是屬於那種啥都能配他本身的魅力 已經超出人物本身的聲優了 花江的特色是他有一副相當斯文的少年鷹馬 擅長性的那種文弱書生型的角色 比如說有馬公升又或者近距的法爾科之類的 可他本人反而是自稱比較擅長那種強勢自信的角色 例如正宗軍的復仇的正宗 還有排球少年的星海光來 這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適合跟擅長是兩回事你們知道 如果只配那種天生適合的角色 那神友肯定一下子就會膩了嘛 他們或多或少都會去追求一些突破 而這時那些跟他們適合的角色相反的形象 就很容易成為他們擅長的類型 因為這對生優們來說是最有成就感的 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花澤香菜 他以前專門就是配那種軟萌妹子 但近期卻越來越往搞笑諧星的路線轉移 他自己也說我發飆的功力絕對不輸人 花江下注我覺得也是差不多概念 而且因為花江的聲線 本身是真的非常的斯文 因此當他可以去裝得一個很有自信的樣子的時候 反而襯出了人物內心的一些 最為脆弱纖細的部分 角色立馬多了一絲絲層次 有沒有 正宗君是這樣 還有另外一位 十幾之靈的塔克米 這些人物就是我覺得把這項特質給發揮的很好的 塔克米是少年漫常有那種勁敵角色 打從初登場就對主角抱有很強的競爭意識 但是絕大多數時候都馬上就落差 是全座不亞於女主的傲嬌擔當 花江下注成為生有我經過可以說十分的離奇 高中時代花江不怎麼喜歡念書 滿早就放棄升學 決定往求職的路上走 但當時的塔一直很喜歡唱歌 曾想過哪一天能不能做跟聲音有關的工作 而就在某一天 他剛好看到了電視上 在重播英藍高校的動畫 這部動畫給了花江很大的震撼 才使他下定決心成為生優 可是啊 出乎意料的是 花江下注他並沒有去報名養成所 反倒是怎麼樣你們猜 他跟他老媽先一起寫信了 到三四紅衣所屬的across entertainment 原因是母子兩個人都很喜歡三四喔 他們寄到了公司網站的求職信箱 欸對竟然是求職信箱裡面 裡面附上了自己的履歷啊 唱歌範本配音範本一套東西 就真的非常的ㄎㄧㄤ 他說啊 我就沒有找到官網上其他可以寄信的地方 結果 還真的收到了回信 好像是因為社長看了覺得太好笑了 反正啊 花江就先進到了書所學習 經過了兩三年的磨練之後 正是於2011年出道 出演少年同盟裡面的一個龍套在 這裡 到了隔年2012 花江獲得了他人生第一個 在TV動畫中有頭有臉的角色 再一部活到現在啊 不認識一個有看過的人的動畫 塔利塔利 塔利塔利簡單來說就是 PS當年出的又一部原創校園番 也是我第一次認識到 花江下屬這位生友的作品喔 在裡面花江演的是 主角五人組的其中一人叫做維也納 不得不是說 雖然是第一個正式角色 但花江在今後十幾年 拿來混飯吃的工具 在這一部意外的都已經湊齊了 你們知道 維也納大多時候都是一個 比較樂天講話斯文的青年嘛 不過唯獨在第10集 這一集主角權 先不要問為什麼 反正就是要辦成戰隊 維也納她是最入戲的那一個 而這邊各位可以聽到 欸沒錯 就是現在我們熟悉的 正氣花江啊是不是 這些早期的作品 你在花江下屬當年寫的 部落格裡面 都可以看到她發表的心得 對不要懷疑 你還能看到當年非常玉樹臨風的花江本人哦 2013年花江下屬 迎來了初次飾演主角的機會 有兩部 一部是這個地球上 又一個 我不知道除了我以外 還有誰看過的動畫 斷材分離的罪惡之剪 這部就是我那個年代的中二校園戰鬥番 花江縣的主角是一個超級變態的法控 還有出現舔頭髮的橋段 性癖可以冷門蛋不能邪門啊 這下一個就比較多人知道 也就是來自風平浪靜的明日的仙島光 人家與這部的形象戰士比較顛覆 光一開始是一個標準的佛中癖孩 個性衝動還有點控制狂的傾向啊 不過也跟塔克米這類強勢系的角色一樣 他們的大嗓門某種程度上 都出了掩飾內心不安的一種偽裝 得說花江下屬的事業得一其非 PA Works絕對是一大功成哦 第一次演班底 第一次被選為主角都在他們的動畫裡 花江本人也表示 光是他很有感情的一個人物 然後又到了隔年2014 這一年呢 花江出現了他第一部現象級的動畫 東京餐種的金木炎 金木是花江前期最知名的角色 這件事應該沒有任何爭論的餘地吼 2014光是這一年 花江就一口氣接到了四部作品的主角 其他幾位我後面會講啦 總之花江飾演的金木 原本是一個標標準準的文弱書生 後面成了半個餐種 從此走上精神崩壞之路 他必須用聲音去表現出金木 遭受無盡摧殘的靈魂 好啦說實在 大概也很少有像金木這樣 各種受虐崩潰 然後一天到晚都在驚芬的主角了啦 直到第一季結局 他覺醒的那一刻這邊 花江又得再完全變一個新的個性 要很霸氣 要很冷血 你說哪一個中二屁孩當年沒有被摔到的 不過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還沒 還有左左目 菲氏啊 呃 那個如果你沒有看餐種 那我覺得你真的也不用特別理解到底在演什麼 反正你只要知道 到了第二部 金木又多了一個新的人格 叫菲氏 相較前面兩個比較開朗可靠 然後時不時還會開點小玩笑的 好 那除了金木炎之外 他確認了另外三位主角 第一個是獻給某飛行員的煉歌的卡路兒 第二個是阿魯多諾阿Zero 對 就是老虛跟澤野紅之內部喔 的借種依奈凡 龍奧天之前的龍奧天三無屬性的無雙型主角 劇中看他扮著一張臉 帥氣的打爆敵軍很爽 而且很好笑的是這個人跟金木炎一樣 中途換了一隻眼睛 一樣都跟羽公天談戀愛 差別旨在一個有修成正果一個被被綠了 第三個就是 沒錯 有馬公生 故事中的公生就是一個 對 你猜到了 憂鬱小三 然後也都被母親埋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 呃 那個不是我硬要車 可是花江夏樹這一年的演出陣容 絕對是某種奇異點喔 然後因為四皇是音樂漫畫 所以公生的內心刻畫更加的隱晦 還有大段大段的獨白 這些就都很需要聲優 真的去感受人物任何一丁點的情緒變化 給出合適的演出 欸 剛好這一集也是 也是在四月上架 真是個美麗的巧合喔 講到這邊我們可以來了解一下 花江夏樹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覺得各位看他演過來的角色 還有他平時的造型 也許會假設 啊 他可能是一個溫文儒雅的人 告訴你 完全不是 事實上 你聽他自己分享的一些故事喔 會越來越覺得說成為人熊 真的是一個怪胎啊 以下故事有粉碎你對聲優形象的可能性 請斟酌觀賞 超愛開黃牆 對 花江夏樹其實非常喜歡講一些下流梗 特愛那種小學生等級的黃色笑話 比方說他很喜歡搭電車的時候 去做女高中生坐完離開的位置 因為他想要感受座位的餘溫 有一次參加試鏡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自己以前突然腦袋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就把電風扇的框框扇葉全部拆掉 只留中間匯準的部分 然後把飛X機杯裝上去 結果一打開那個飛X機杯 就咻咻咻咻咻咻 把潤X機全部灑出來 噴在整個房間都是 然後他就被錄取了 熱愛成人玩具 收集大人的玩具 也是花江夏樹的一大興趣之一 除了買些杯子 到電動的那種都有 他甚至還有想過要跟電腦上面的影片做聯動 而特別去弄一個可以控制電動杯杯的程式 還有一次山田四合在東起逛XX的時候 突然花江夏樹就從旁邊走過來跟他打招呼 然後他手上剛好就拿了一個大人玩具 發表結婚喜訊那時 山田四合還特地發了一則訊息告訴他 恭喜你還有你那個旋風杯要不要讓給我啊 喝醉發酒瘋 喝醉後的花江夏樹會成為人間奇形種 酒品差到一個不可思議 之前江口拓也有講過 花江在大家喝醉之後 會開始啃他們家的官業植物 還會把人家心愛的手辦拿到胯下摩擦 另外一位證人西山紅太郎說 他有一次喝醉說要去上廁所 結果久久都沒有回來 西山好奇去找了才發現 花江他竟然連襪子都沒脫就泡在了人家的浴缸裡 然後西山他不知道為什麼也泡進去了 後面跑來的江口拓也安元陽桂也泡進去了 情況從糟糕變得難以理解 喝醉然後睡在垃圾場 喝醉然後在騎藤撞馬的家開窗大喊 這裡是騎藤撞馬的家 還有喝醉以為自己是假衝 然後把老婆從床上頂下去 好啦反正就是遠比很多人想像的 還要再瘋狂許多的花江下樹 各位應該都知道他在2016年24歲那個時候就已經結婚了 夫妻感情據我們能夠得知的情報相當良好 還說要不是有老婆 那搞不好自己現在就沒在做這一行的 平時怪胎是怪胎啦 可老婆似乎也蠻能對上花江的電波 有一次他故意偷穿老婆的胸罩睡在他旁邊喔 老婆醒來非但沒有生氣反而還笑得很開心 老婆懷孕期間他也跟著一起借酒 所以呢 真的是還蠻幸福的一個家庭啦 OK那趣聞的部分先講到這邊 接下來回歸角色來看到你們都期待已久的現象 219年鬼滅之刃的造門炭治郎 嗯對賣炭一家死光妹妹水智呼吸 我就問嘛這10年哪一個新出來的動漫角色辨識度最高 除了炭治郎還可以有誰迷豆子嗎 真的是你隨便上街去問一個路人他們都很難不認識的程度 就是炭治郎將花江夏樹給推上了世界的舞台 炭治郎作為主角的特徵就是正氣 前面我提到早些花江夏樹為之文明的人物 什麼金木啊 弓聲啊 要求都是那種就為陰柔演技嘛 可是炭治郎他就是一個王道少年慢的主角 當他善良的時候聽起來的感覺就是平石花江啦 但只要一到需要扯開嗓門的時候 他也得用力表現出那一個卡的感覺 要有一個很新的症 做得直的氣魄 有那麼一點像前面塔哩塔哩 我講到維也納演戰隊紅的感覺 差別在炭治郎還要再更氣勢靈人一點 比方說炭治郎梅字的水之呼吸 這百分之百是花江這輩子被模仿最多次的台詞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也就是搞笑橋段 鬼滅式的幽默是他自稱一格的標籤 這邊就很考驗聲優自身的即興 好啦 其實也蠻看作者的心情 像刀匠村篇第二話 突然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一個關係槍吐槽 後續的花江下樹雖然街角色知名度以及頻率都沒有真的差很多 可是你們都會清楚的感受到花江下樹這四個字的份量已經不一樣了 OK 來接著看幾個近期他就會出彩的作品啊 首先有尼爾自動人型的9S 前面是標準的可愛小正泰 後面因為太愛吐逼而踏上病交之路 還有巨人的法爾科全漫畫唯一勇敢告白的真男人 2021年有Art Taxi 對 你們還記得嗎 奇巧計程車裡面的那一隻海象問獎小護川 本作除了劇情外最令人驚艷的那肯定是花江下樹 他在裡面聽起來是這個樣子 我保證一半的人都聽不出來這個是花江吧 雖然你要問我的話 我覺得當你發現小護川是花江配的時候 他的聲音越聽越會有一種難以解釋的違和感 不過敢來演形象這麼跳脫角色 個人認為還是很值得稱讚的 再來去年2022有夏日時光的網代聖平 作為這種輪迴劇的主角 聖平可以說相當稀奇的 是裡面少數乘坐冷靜隨時智商在線的一位 而且直腿鐵四 人家是全程使用何歌山的方言在做演出的 最後就是水星的魔女伊蘭學長 這個就比較特別 因為花江在裡面技術上來說算是飾演兩個不一樣的角色 呃那個要是你會介意爆雷那請跳到這個時間點 OK簡單來說 這部有兩個伊蘭學長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四號那位 個性冷漠 語氣冰冷 不過你也會感受到他身不由解不甘 而第二個就是後面地補上來的五號伊蘭 這個人的個性就180度顛倒過來啊 性格開朗 超愛喇妹 說話非常油膩的一個花花公子型的人設 而且動畫演到這兒 五號的戲份應該已經比一開始的四號還要多了 好那角色大多都講完了 最後來分享一些花江下樹工作之外的活躍啊 首先人家的Youtube頻道 對前面有講到我覺得看這部影片的各位應該都知道 就是花江下樹他小在打遊戲實況的 平時專門發一些跟其他生幽好友打牌打遊戲的影片 特別常出現的老班底就有在他家泡澡的西山紅太郎 電污塔手辦的江口拓野 最常出現的小葉仙章 還有梅園御一郎騎藤撞馬這些人 能看到跟哈利波特一起去霍格華茲9S開箱9S的手辦 炭治郎實況自己的遊戲等各種非常神奇的企劃 你們可能會很驚訝喔 其實花江下樹在網路上活動的資歷超級長 人家早期還沒有正式加入事務所之前 是以某一個名字在NikoNiko上面活動的 現在那些影片都被刪掉 可見本人沒有打算讓那些東西露出的意思 我影片就不特別放了喔 唯一能說的是他投稿的那些翻唱還有模仿水準 意外的很高 而且聲音超級明顯是花江他本人 花江下樹的推特比頻道訂閱數還要更高 有220萬人跟隨 是所有男性生活裡面最高的 在2019年 對當然是2019年 一口氣暴增啊 超越了昌煙霸榜的中村還有山田 前面也講到花江他的推特 平時就是一直在曬貓曬娃 可是某一天他發現推特上竟然出現了一個異狀啊 我怎麼被鬼滅之刃的官方帳號給封鎖了 鬼滅之刃的公式帳號 誤會最終是有解開啦 隔天早上一睡起來 然後他要被封鎖了 一路這樣回顧下來花江下樹的聲優生涯 實在是會覺得人家真的是很厲害 同時也是很神奇的一號人物齁 不管是他外表跟本性的反差 還是有夠狗屎運的入行經過 你們聽完這集或許會覺得 啊這個人被上天眷顧啊 可其實也不完全是如此 我得說 因為公開資訊太少 所以前面我才沒有包含啊 花江下樹他們家的家庭情況是非常複雜的 人家在很小時候父親就因病去世 在那之後都是媽媽一手給他帶大的 從他媽媽主動建議他去投事務所履歷 這一點可以聽出花江媽很支持兒子的夢想 還有花江亂玩填卡洞的房間到處都是潤滑翼的時候 媽媽也也也一起幫忙親 總之就是一個很好媽媽 然而花江下樹媽媽卻在他二十出頭 初出茅羅時期不幸過世了 而後一起生活的祖母也過世 附處花江他有哥哥跟姐姐 但是是同父異母 所以他有一個階段 幾乎可以說是落得一個無親無故的狀態 或許也是因為如此他才會在這麼早的階段就走入家庭吧 花江下樹不算是我特別喜歡的神優 卻是我個人意外的有情懷的神優 因為他斬露頭角的塔利塔利 我當年有追 他第一次演主角的風平浪靜 也是我第一次看他演主角的動畫 他作為神優奮鬥的足跡 跟我個人的追翻時有蠻多重疊的地方 正因如此 我作為全體一個廣義的神優迷 能看到他走到現在這個位置 是覺得很欣慰的 尤其是在得知他的成長環境 也許不是那麼的理想之後更是如此啊 雖然有超級多拖劍到不行的部分 但是花江下樹是這個世代 我們需要的孩子們的英雄 我是金川 我們下部影片見 非常有意状態だったんで やっぱり家族が欲しいなって すごい思うようになって それもすごいきっかけで 両親には親孝行あんまり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こうやって頑張っててね でもすごく応援してくれてるし なんかなんですよ この業界に入れたのも母親が手伝ってくれて 今の事務所に入れたので とても感謝してるので 親孝行っていうわけでもないですけれども そういうのも理由の一つとしてあるよっていう